常伟平的妻子陳子娟說 常伟平目前關押在寶基市奉獻看守所 位置在很偏僻的秦嶺上面 陳子娟在推特上發布了相關人員的名單 包括寶基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副局長向行洪 寶基市公安局副局長郭長偉 高新分局國保張建龍 宋子龍 石磊 劉丹 高新分局國保大隊隊長王大維 寶基市公安局行政局的負責人郭斌 國保支隊副支隊長楊永科等人 陳子娟說 常伟平在第一次被監視居住期間 還有八個府警輪班看管她 包括習文軒 野立剛 張建 楊帆等人 這些人都參與了對常伟平的酷刑折磨 陳子娟說 由於律師親屬了保密協議 不能告訴家屬案卷涉及的案情 所以家屬至今也不知道警方以什麼證據指控常伟平 常伟平因2019年底在廈門與各地異見人士和律師聚會 隨後被保機警方監視居住 10天後被取保候審 因為她在網上講述遭受酷刑的經歷 再次被抓捕並進行監視居住 今年4月 她被保機市公安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新唐人記者李珊珊 李韻 王子珍報導